以南太平山雾茫茫一片 地上还有下过雨的痕迹 树木在水汽中若隐若现 虽然没下雪 不过温度计一度测到只剩5度 冷气团来袭 不管高山或平地 全台都成为豆番薯 气象局指出 进入周日下半天 就会慢慢回温 各地的温度在这一天 会是有比较显著的回升 所以在周二的这一天 其实各地要注意的是 温度上表现跟上个礼拜 差距很大 是比较属于温暖的天气 周三周四以后的天气变化 就会特别的显著 北边高压下来以后 这波冷空气 我们的成绩目前定义 是在大陆冷气团 跟强烈大度冷气团 这样子的成绩 所以其实很明显的 会有一些变冷的状况 冷气团前脚刚走 气温逐渐回升 周一还会有些许水气 周二北部地区将一路飙升到30度 宛如夏天 不过周三又有封面要来 全台有雨 强度还直逼强烈冷气团 下半天温度一路溜滑梯 最冷的时间点落在周四周五 北部高温不到15度 中部南部也掉到20度左右 得等到周六才会缓缓回温 而这波水气尬上低温 有没有机会再降下三月雪呢 周三的下半天开始到7号这段期间 就开始下降下来 所以温度条件是 在这段期间是比较符合的 而在水气的方面呢 当然是这个6号7号这段期间 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两者搭起来大概是在6号的下半天 待死一直到7号的这段期间 可能在这个35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区 是有一些降雪的机遇会在 说变就变春天的天气好难捉摸 一下热一下冷 短短一周内温度大幅变动 就像洗三温暖 民众可得随时注意穿着 防范温差 民事新闻车软公众业 SNG小组台北报道